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哺乳动物 甚至超过了史前恐龙 一口就能吞下60吨海水 舌头上能站立50个成年人 更加牛皮的是 它的力量极其恐怖 全力一击能将小型轮船直接掀翻 卧槽 这便是地球巨无霸 蓝晶 它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 庞大 其体长可达33米 体重超过200吨 也就是说 它相当于30只以上的非洲象 或者3000个成年人的重量总和 而其体内的各个器官也是大到吓人 它的一条舌头就有4000斤 头骨有6000斤 肝脏重大一吨多 血管粗到能让幼儿在里面游泳 更加牛皮的是 熊兽的一颗荔枝就有90斤 小丁丁的长度达到恐怖的3米 在这些重型器官的武装下 蓝晶的力量大到惊人 输出功率达到2000马力以上 是动中当之无愧的 大力士 全力撞击下 能将小型轮船直接掀翻 一招神龙摆尾 也能将虎精直接派死 在1996年 南大洋发生了一起精类群殴事件 一头成年蓝晶为了营救洛丹的小鲸鱼 竟然直接杀进虎精的包围圈 然后左突右冲 打得虎精四散奔逃 最后竟然毫发无损地救出小鲸鱼 由此可见 蓝晶的战力是多么的恐怖 如此庞然大物 必须要有一颗强大无比的心脏来驱动 经过测算 蓝晶的心脏平均重量达到恐怖的1000斤 这和一头牛差不多重了 所以 他的心脏 每跳动一次便可以喷射出500升的血液 心跳声能在4公里外听到 此外 他的心率也是所有动物中最低的 平均每分钟跳动4-8次 最低时只跳两次 蓝晶的祖先是类似于小狗一样的巴基兽 为了适应海洋环境 他们在长达几千万年的时间里 净化出了超强的肺部 其肺活量能达到5000升以上 一口气 能吹爆2000个气球 当呼吸时 喷出的水柱可达几十米 可媲美高压水枪 他们还能发出188分贝的高音 要知道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声音 才130分贝 可见蓝晶的声音是多么的嘹亮 虽然蓝晶的个头很大 但是他们的主要食物 却是细小的鳞虾 它一口能吞食200万只鳞虾 每天要吃掉8吨 才能填饱大肚子 而消化这些海量食物的工作 便是它那长达300多米的肠子 蓝晶一般每两年生育一次 刚生出来的金宝宝 比成年大象还重 幼晶每天要喝将近一吨母乳 所以生长发育很快 八个月以后 就能长到15米 体重增长到23吨 蓝晶还是动物界中的老兽星 它们可以活到100多岁 当它死后 尸体便会沉入大海 在海底形成一座孤岛 成为一套可以维持近百年的生态系统 名为经络 一经络 万物生 便是由此而来 它是鸟界吃货 仗着自己嘴巴大 什么东西都想品尝一下 眼前用嘴巴在水豚身上瞎比划 想要一口将其吞下的憨憨便是大嘴啼壶 它是现存最大的鸟类之一 除了南极外 在全球都有愤怒 其体重能长到30斤 体长可达1米7 一双翅膀展开就是3米多 飞行速度能达到50公里每小时 这哥们给人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它那夸张的大嘴巴 一口就能吞下五斤重的鱼 就算如此来了也得拜它做老大 其实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的大嘴是附着在下颌的喉囊 这是由上皮组织构成 极富弹性 由于啼壶没有利爪和牙齿 所以在捕食过程中 它的喉囊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啼壶不仅嘴大 而且还特别嘴贱 一张超大的嘴巴 看到什么都想尝试一下 别看它像二哈一样傻乎乎的 大嘴一张啥都不怕 鸽子 小鸭子 老鼠等小动物稍微不小心 就会被这二货一口吞下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它们还会组团 跑到海角糖鹅的地盘 进行免费的陵园购活动 就算有些食物不在它的食物链内 只要被它发现 便难逃虎口 就连人头它都想好好品尝一下 不得不佩服这二货的心事真的大 而人工饲养的啼壶 更是来者不惧 它们吃过游客掉落的手机 小朋友手里的棒棒糖 矿泉水瓶等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所以我们时不时便能看到 抢救啼壶的新闻 如果哪天啼壶坐上了警车 一定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此外 啼壶的胆子还特别大 它们会给你来一个现实版的啼壶灌顶 也敢在两脚兽的眼皮底下 把吊上来的渔火直接拦下 美女在海边录个营 这哥们二话不说 直接跑进人家的帐篷里 有意思的是 他还会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滑滑梯 在这里小编只能感叹一句 此乃 卧龙凤厨在世也 虽然这哥们看起来很二 但却是个遵纪守法的好世面 他会和海豹一起乖乖地等待在于剩下的边角料 进到商店里 他也会乖乖地排队 就算碰到老板不在家 也不会乱偷东西 顶多就是盯着食物流点口水 比起印度神猴 那是墙上的百倍 最让人值得钦佩的是 他们终生只有一个伴侣 这样的大嘴醍醐 你们喜欢吗 黄鼠狼 一种极具神秘色彩的动物 在民间据说它是神灵的化身 所以也叫黄大仙 它神通广大 能学人语 幻化人形 尤其喜欢半夜捉弄喝醉酒的人 它的故事说上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今天我们便来认识这只神秘的动物 黄鼠狼 又名黄皮子 学名黄药 是一种小型的肉食性动物 身体特别细长 国内多地都有奋布 它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邪乎 对于黄大仙 人们是又爱又怕 一方面觉得它能保家宅平安 另一方面 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报复心极强的动物 如果不小心招惹了它们 就有可能惹祸上身 弄得全家鸡犬不宁 明明就是一只小动物 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对此 我们只能抱着敬畏之心看待 毕竟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总有一些暂时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情 当然也不可过于迷信 现实中的黄鼠狼特别有灵性 看起来萌萌哒 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战斗力却相当哇塞 它把短小精汉这四个字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等体型内基本上难逢敌手 毫不夸张地讲 这哥们就是诱中泰森 它能跨几个级别战斗 很多体型比它大的动物都不是它的对手 而且它还善于攀爬和游泳 因此捕猎本领十分高强 此外 它的身体还特别灵活 敏捷性让人叹为观止 你压根就不知道下一秒它会出现在哪里 在捕猎时 它能爆发出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 更加诡异的还要数它的死亡之物 当看到体型比自己大很多的猎物后 黄鼠狼一般不会直接冲上去捕杀 而是在猎物周围疯狂跳着舞蹈 这些动物就好像着了魔一样 变得行动缓慢 当它反应过来时 已成为了黄鼠狼口中的食物了 后来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 它们在跳舞时 刚门处的臭线会分泌一种特殊的臭气 这种气体能迷惑猎物的神经 从而增加捕猎的成功率 而传言中 黄鼠狼能迷惑人的心智 多数是人们吸入了这种气体 所以才会出现身体不受控制 看起来仿佛受人操纵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民间有传言 黄鼠狼进家不能打 打则必上身 其实现实中的黄鼠狼更加不能打杀 它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也是老鼠的天敌 经过科学统计 一只成年的黄鼠狼一年能吃掉1500只至3200只老鼠 这个战绩完全碾牙夹猫 而且它一年还能繁殖一到两次 每胎五至八只幼崽 因此黄鼠狼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但是在我国文化里 黄鼠狼很多时候都是以贬义的形式出现 比如黄鼠狼给鸡拜年 不安好心 在农村 人们饲养的鸡不见了 很多时候都怪到它的头上 为了弄精这事 在1983年国内动物学家进行一项试验 通过解剖来自全国11个省 共计4978只黄鼠狼 最后的结果是 它们胃中占比最多的食物 是老鼠 蛙类以及昆虫 仅有两只的胃中有家庭 当然 在食物匮乏的时候 它们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猪环都照吃不误 就更加不用说下山捕食农户的家勤了 最后 对于黄大仙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